另存新档 这边像这个档案是xlsx 那我另存新档的话 如果2007以后的版本 记得就是要选对 因为之前有蛮多同学选错了 他选到原来的 储存的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学校一下 我如果直接储存 他会跳一个警告 项列功能无法储存 然后他也不看清楚 他就选择 是否 他就按4 按4完蛋 他现在打开vh5 因为他xlsx 里面就是不能放vba 那一定要是m 所以你这要一定要否 否之后 请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存档类型的部分 一定要改这个 就是启用选及的活力部 这个功能的话 他才有支援 就是把你的vba存档起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你存档之后的话 下一次要启动之后 要特别注意 他会有一个警告 就是要启动内容 按下去 他才会把你之前写vba启动起来 如果你在按的话 你的vba还是无法启动 这个我想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把它关掉 然后把它重开一下 这边的话 那存档完之后有什么差别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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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把它 把它图是 图上 改大一点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20 这个 这个 OK OK 20 20 那个 Win OK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 是m的 xm xm 这个是x 差别就经常好 就在这里 但如果20 以前的版本 没有分 那就一个 xfs而已 没有约分 算是好 还是不好 反正就习惯 不过你也知道我这差异 对了 如果这样的话 有这个档 如果大家没有觉得 你实际上是x 这个盘本 应该还必要 一句 在里面 如果这个是只有资料 他不会帮你把VPA的诊息都 这个放到里面 他口的东西都不见了 但如果你之前有写 可是你存错檔 他也会不见了 OK 而且也没办法救回来 因为不见了 因为自己有同约的律诺 但是你打开的时候 特别说 打开这个的时候呢 他会跳出一个警告 那你之前 有存檔 你的具体安全 一句时候是会提醒 而且是要打开 参临执行 所以如果你没有启用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东西 就是他没有那个启用 应该理论上 这边有个启用 我们这一条是 这个启用内容 按的 你要按下去 除非说 你在那个开放里面 里面的聚集安全性 开放里面的聚集安全性 你有把那个安全性给 弄掉了 有没有 启用 所有聚集 不过他官方是不建议使用 会执行潜在危险的程式 也就是他一打开执行 那如果有聚集病毒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麻烦 你从目前一看 好像这个聚集病毒 很久很久以前 有的事情是非常的严重 但现在好像其不绝对了 因为现在的 E-Sail的启动应域设计 是这个 停用所有聚集 官方不是事先通知 就是他会通知 就算你启用内容 按下去一样 那当然一般不太会 那个什么 停用 就是不能用 那理论应该都是可以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 把那个 那个 那个 正确的执行 所以有一些细节 也许大概稍微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 我把它变集中内容 有没有警告 ok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有按内容 因为之前真的有 没有按 然后点那个 按你都不理你 ok所以你要特别去 那 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 先讲到 时间差不多 那 另外还有其他类似 因为我时间是很有限 我很想多讲 但是 没有说时间怎么办 我们有范例 各位可以看到 文字语知道 还有101 103 104 150 答案的话呢 全部都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说 哎 这几天啊 有时间的话 你想多学的话 云端上都有 先示意做什么 然后要做什么的成员 包含是公事 跟那个VPA人士 都在云端上 如果你想多学的话 上面都有方 你可以自己再去画一下 那下一次上 可以学 实际上 我们是在日期时间函数 数学 跟检视参照 而且游去的话 可以先去习 基本上 我们主轴还是放在那个 我会看到 是 贾 就 那 他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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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